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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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第一集觀眾大家早就來到我們鳳凰命的時間 我是何懷真 我昨天當然是什麼大漲了 漲了157點 這一定要的嘛 那所以說 你當下什麼毀了 前兩天那個難得的大跌 所以不是我準 我跟你講說實際上你只要有判斷力 實際上那個黑黑棒算什麼 就是最佳的買點 你如果那天買的 我跟你講今天通通隨便 昨天通通都賺錢 大漲才有什麼才有獲利 不是大漲才怎麼辦 我手上股票太少要再買什麼 真的我也找不到什麼低檔的股票給你買 坦白講 但是有時候這種地方當下來講 你一定要相信我 代表什麼 股票就是一定 買低你再來找我 你買漲你要我幹什麼 所以有時候就說 所以有時候說 跌你也很恐懼 漲嗎 說實在 又買太少你也是很麻煩 怎麼辦 什麼地方可以買 所以你每天都活著什麼 不愉快 所以人生真的要活開心一點 怎麼說 你當你今天有時候 當看到一個動作的時候 你就會想到另外一個負面的東西出來 那賺錢有什麼快樂的事情 沒有意義嘛 現在我真的每天活得很開心 因為我知道逢低做買進 會員一定賺錢嘛 而且什麼 會員高高興笑咪咪的 包括進來跟大家講說 未來我要跟大家見面的時間點 也在1月31號就什麼 就結束了 這邊來講 為什麼結束 我都不能休息啊 然後我進來 昨天電話量很大 我說為什麼要退休 我沒有說我要退休 跟大家今天要特別的講一次 我難道不能休息一下 對不對 我救你也救這麼多年了 給我休息一下會怎麼樣 而且我從今天開始 我要好好服務我 因為今年就2015年 我要好好的幫我會員 可以創造一個最大的極大化的獲利 這個東西才是重點 因為會員才是什麼 他來找你 他一定要找到什麼 他真的賺錢 對不對 我常常跟你講說 你一檔股票 賺個10%難不難 你問10個 11個告訴你不難 但是你剛才1年可以賺1倍2倍 他難不難 他說怎麼可能的事情 可是實際上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你嚴守跟你談的東西 然後你把一些好的公司的基本面 產業面 結構面 配合一下牌面那個賣動的題材 你哪有不敢低階的道理 因為你了解它一定會漲 我現在跟你講的是這個東西 所以我常常給你是一個機會 包括未來你見不到我的時候 我真的說實在 你要自己好好的把我 我跟你送了幾句話 你要耐心等待那個拉回的好買點 股票一定要低階 你上漲的時候 像昨天157點上漲的時候 不是很高興對不對 是不是很高興 你要續報也可以 有時候想說在你怕了 我剛剛每天也快樂不得了 就晚上可以吃個大餐 促進一下什麼經濟的成長 不用等到看到暴災媒體 告訴你又什麼利多出現 你就什麼 就開始要追高 然後那天大跌說 哇外資一直在賣油價大跌 歐洲的那個債券又出問題了 歐洲這個國 那個金融海峽又再現 我說有時候人真的是很奇怪 就會找一些 找自己的麻煩 有些東西都不要去看它嘛 你只是 你每次看到一些負面的訊息 讓自己心情活得不誇心 所以在股市裡不是賺不到錢 是你的心本身一直很不能輕鬆 實際上你嚴選持股 我要跟你講的話 你真的可以做得很輕鬆 實際上我核然沒有什麼很大的優點 我就是很嚴選我的持股 幫你選股跟我這樣做 你哪有不賺錢的道理 對不對 因為我常常救你的人 我什麼時候沒有救過你 對不對 那進來進來 為什麼跟你講得這麼 很多東西跟你講得這麼犀利 因為未來我跟你見面的時間 沒有了 除非你是我的會員 當然會員我一定服務到底 因為2015年我要幫我會員 創造最大的一個什麼價值 這邊來講 那不是叫你 我這句話不是叫你說 趕快來參加我會員 沒有 你自己看情況 如果有需要 你就打個電話去我們公司 如果覺得這樣OK的話 說實在的 大家那麼廣結善緣嘛 說實在的 也不一定要參加會員 我要跟你講這句話 真的啦 你如果真的做得到我這個東西來講 嚴選持股 你可以做得很輕鬆 包括你一定要敢在 黑黑棒的時候 逢第一座買進 你不要等到長的時候 你才信任 你長的時候 你老師如果叫你去追高 我說實在的 一定肯定賺少賠多 包括你操作 我覺得現在很多 很多節目都告訴你說 操作一定會有風險的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都在賠錢 所以告訴你一定要有風險 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認知操作一定有風險的 代表說一定會賠錢的 實在不對 操作一定不可以有風險 我何外甄跟你講這句話 不是故意我要逆勢而為 你操作有風險你做幹嘛 你當然一定要把你有風險 控制到沒有風險 一定可以的 操作一定不能有風險 那為什麼每個人都說 操作一定有風險 你要擅自設好 停損跟停靈的動作 因為他不懂嘛 他只會跟你講一些 一些技術現行說 什麼胡說八道 那當然這種東西來講 一定有風險的啊 我跟你談的是從基本面 包括一個國際關係看 包括你只要找出一些公司 真的有競爭力的公司 哪有不敢逢低做買金的道理 對不對 那為什麼你的股票 同樣一檔股票在做 你就是追高嘛 所以常常均線翻養 你才做這個動作 過兩天又跌下 是不是又要停損了 你要停幾次損啊 真的是麻煩死了 停損這種東西 只有一個大環境裡面 從大循環裡面來看 他從高檔之後 要下來之前 當然有些股票 你就一定要適時的 把它做個出新的動作 這種停損才是真正有意義 不是看錯 那是一個轉折點的出現 你一定要上 散勝你的停力跟停損點 因為 因為這個對方來講 就是這就是重點 所以老師說 老師你為什麼說什麼 我每天都在說這些東西 給你聽啊 是不是說實在 我每天都送你東西 要這樣講 這個行情當然是我看對 廉仓前天是漲停板的 昨天廉仓來講開盤 說實在的 你要買個低點都沒 就在25.3 你是不是天能交戰 好可惜我賣掉了 當然賣掉也是賺錢 但是25.3昨天最高來到哪裡 昨天來到26塊3毛這邊 這種股票基本上 你一定問我說老師 你再跟我講 好啦我直接好像跟你講 實在我這種股票 你安心續爆 如果你買在低點 你安心續爆吧 你說老師 可是高檔沒賣一趟多好 如果你在做股票 只為了這麼一點點小錢的話 你真的是很麻煩 氣你也覺得 那時候賣掉多好 你以為你是神 每天賣掉這邊 買進這邊 哪有可能的道理 你要看一個趨勢 這股票為了還沒有激發 持續創新高 對不對 包括他如果他還要漲 那他又回不去那低點去 你要買什麼位置回來 這地方才重點 這地方來 總之所以他收盤收到25.3 實際上這種股票已經 已經確立什麼 你跟我買在低檔區 漂不漂亮 這地方當然是嘛 就已經勢必什麼 你是贏定了嘛 對不對 23.8嘛 包括這個難道 我沒有畫給你看嗎 25.1嗎 我請問你一下 他昨天有連25.1 25.1是一個 他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本來這檔股票 昨天開高 你就不能追高 對不對 你不要人家看他 漲的時候還想追高 因為他漲停板 就想追高 那就是你錯的 所以一檔股票說出來 為什麼會賺錢 現在檔案很簡單 因為我都低階啊 幫我看得懂他在幹什麼 但是話要說 他昨天收25.3跟你講說 本來就是應該的 而且已經很漂亮 因為25.1這個地方 他上去之後 他連25.1都沒再來回碰耶 真的啊 就是這樣很可惜 他沒有低檔了 曾經我在這邊跟你講 22.9 23.2 你給他時間 這種股票說實在 說他牛皮也滿牛皮的 牛皮代表很慢嘛 但是說實在 你好好去仔細想清楚 你真正賺到錢 就是這些牛皮股耶 讓你賠到錢 就是什麼那個白天賺的那些股票 對不對 那聯儲這種股票說實在 就是所謂的 你要給自己時間 這種股票說實在 都是低價位股 說實在低價位股 未來該怎麼操作 我不方便跟你講 不是我不願意跟你講 我基本上我也不 我這種東西 為什麼不能跟你講 這叫預設行情嘛 所以我說節目 我不想做就是這個原因嘛 為什麼 沒意思嘛 好心不好好抱 我們又不是叫你一定要買進 對不對 有時真的看了懂才敢跟你講 所以我們不能預設目標價 對不對 那沒有辦法 沒有預設目標價 你是來操作股票幹什麼的 一個老師 你找他就是要知道 他這張股票漲到哪裡去嘛 但是我們又不能講 所以有時候都有節目說 我不太愛做 就是這個原因而已 真的就是這個原因而已 沒為什麼 我怎麼 我一定要好好帶領我們的會員賺錢 在這邊 讓我休息一下 讓我休息一下 所以你這個地方當下講 竟然每一天的節目裡面 你要好好仔細看清楚 我在跟你談什麼 這樣這種股票基本上 竟然是25.1 能突破 那請問他去年的高點在哪裡 實際上去年高點在30塊附近 是不是 是不是 那就好了嘛 你自己也看了懂嗎 你畫畫看這種東西說出來 大收斂三角形剛剛突破而已 那以他的基本面來講 我也跟你講過 這家公司你要有判斷力 你單單這個人叫做李學涵這個人 是從漢維科來 漢維科是一家 這家公司是非常好的公司 他可以延覽前面的 漢維科的這個財務長 那不簡單耶 公司基本上一定有爆炸性的改變 那在他沒有爆炸性的改變 這家公司很穩定 也都是一個很穩定的公司 當然你的佩古佩席來講 他去年來講說實在也很穩定 而且目前來講 他的成長性又慢慢在 在往上做提升是這樣 我請問你他本益比不到10倍 那你說老師本益比不準 你不是講過 對 本益比實際上這種東西 如果公司有成長性的本益比 實際上坦白講 國際的地位都是大概15倍到25倍 那這種公司是比較溫和型的公司 但是他基本上 他公司只要有成長性 他本益比實際上 他一定在10倍以上 最少嘛 對不對 你覺得合以本益比在哪裡 我覺得12到15倍 我覺得應該是還滿合理的啦 我們講真的 那如果說我們講一個12倍就好 那今年的公司預估 可能來到2.5塊 這個地方來講 是法人預估 不是我合環生預估 所以說就是這樣 2.5塊你覺得現在當下貴不貴 隨便嘛量 隨便嘛 對不對 如果這樣子來講的話 你覺得應該價值在哪裡 你自己算嘛 你不要逼我啊 每次都這樣子 所以我不喜歡做節目就這樣子 我只能討厭你知道嗎 我真的很想跟你講 我不是在跟你開玩笑 因為我這個東西怎麼大家分享嘛 什麼 但又落力巴說了 所以不是 包括他以前的歷史上的高額 在151塊 你說他標不標 喔 老實說他很標 對 當然他很標 而且他什麼 他這是歷史的高額 151塊 他其實現在目前 一定地下室嘛 這種股票一旦是什麼 他從高檔回到那種地下室 他一定在大家最艱困的來自 你都已經 已經沒有掛掉嘛 代表什麼 他公司本質非常良善 非常的完善嘛 包括現在正在拚 所以這張股票叫連倉 我也算我送給你一點小禮 我不是叫你一定要買 所以告訴你我講也沒有道理 你不要追高殺低 看我節目還是跟你聲明 一張股票都不要買 不是我會以為你不要買 我這邊來講 那畢竟這種股票 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地方來講你自己看 所以這個地方 你賣掉你要買什麼位置回來 這地方來講 我只能這樣 那當然這種股票基本上 未來長線的規劃 我會慢慢跟你談 因為的確低交易股 他的有沒有機會 漲個一倍兩倍 這個都很重要 你要就是這個東西 能不能賺大錢對不對 那賺個小錢 這種股票出場 你眼手不要追高殺低 我覺得他未來都應該 還有上漲的空間 就這樣子而已 那基本上 你今天應該比較有問題的是中美金 你說老師大漲到了一百五十幾點 中美金想說不會去 那你說五十二塊這個地方低接 低接有什麼錯 你跌到哪裡去 那每次看到股票跌 你就自己在那邊 自己在那邊 自己在那邊對號入座 然後就自己在那邊很不開心 股票跌你要很開心 因為它是一家好公司 我常常跟你講說 油價大跌之後 貼帶人員全部被什麼 腰斬了一大圈 中美金的業績實際上是相當好的 相當好的 而且包括它今年的八寸的晶圓廠 本身的矽晶圓這個地方來講 客戶 這公司跟你講嘛 是要拿現金去排隊 你覺得他公司好不好 那這個東西就是一個調整 因為六吋到八吋 八吋進入到十二吋 基本上往前擠嘛 所以但是產能又沒有辦法開出來 那你怎麼你幫我 幫我一下 我先給你錢嘛 你給我先貨源嘛 所以它的公司跟你講說 它業績實在相當好 而且剛好碰到什麼 這個地方剛好是油價的一個下跌之下 那當然這檔股票 你就應該低接 你就不會吃虧的嘛 你講 你低接 我這樣跟你講話說實在有沒有道理 對不對 我都沒有跟你介紹一些有的沒有 說我們家股票漲停滿多厲害 那跟你講幹什麼 那時候我們會員在賺錢 我們會員高興就好 你沒有跟你 我跟你分享說實在 好像是在跟你炫耀 何必呢 有時候有機會我分享給你 但是畢竟中美金坦白講 這一檔股票應該這樣講 我上次是賣到56塊 大家都知道 我有跟你通知過 56塊賣出 我們是轉入蓮陽 不錯啦 蓮陽昨天也 等一下再跟你談 對啦 56塊的中美金 你賣出來的時候 就要靈活的超出 有股票基本上 他長期還沒有整理完畢 你要看得懂 那這個以中美金來講 實際上延伸下去 他底部已經確立 但是他缺一味 你自己看得出來嘛 為什麼今天他昨天還在52塊 在整理 在這種股票基本上 我為什麼要賣56塊 原因就是出來 這個地方的確沒這麼快過 但是畢竟他不會過 以目前這個來講 他一定未來會挑戰這邊 一定的 為什麼 就整理完畢啊 就這麼簡單啊 好 那接著來講 再來也就是為什麼 我當初在56塊要先賣一探 但是當下如果你是電視機關 因為這種股票 我相信很多人敢買 你反而這個地方 不要去看不起他 因為我56塊賣掉 那你56塊竟然沒賣掉 你不能這個地方去做沙滴的動作 我認為這個地方反而你要應該低階 包括他法人一直在做買進 當下又在低檔去 你還什麼 難道你等到法人大買的時候 你要去做追高的動作 那的確當初我會在56塊做賣出 為什麼 因為他還要整理嘛 我坦白跟你講 實在說出來 這就是我操作上的靈活度 如果你有需要這方面的靈活 因為股票在操作上 一檔股票 實際上坦白講 不是一直要一直報 有些股票不用一直報 真的講實在 我知道很多電視機觀眾 他都很希望他的股票 能馬上一倍兩倍 我也很希望 但有些股票該報你要報 有些股票他是要靈活 因為他時間點沒到 像這種股票你把它賣掉漂不漂亮 那時候我轉入的 就是3014的聯陽 而且聯陽我有跟你揪 所以聯陽原格上講講 我是告訴你買37.4 你應該罵我的 我說試買不是賣 結果他跌破了 他到前幾天剛好到大盤 跌了225天要來哪裡 來到不小心來到36.5 是不是好買一點回過來 當天跌的時候你敢不敢買 然後你敢死啊 已經跌這麼多了 不知道跌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才跟你跟你不同的地方 因為我看得懂 我不會迷說敢低接 所以你要的就是 一個人帶你低接的人 你就會賺錢 你帶低接這檔股票 這樣也賺錢嗎 你現在回過來 36.8我買的 我買的 我是買在36.8 不是買最低 而且告訴你 但是法人還未買 我買的股票 永遠讓你看得到 吃得到 賺得到 賺得到 賺點小錢是應該的 所以連陽昨天漲上來 這種股票真的說實在 電視上跟你講 第一個 你一定可以輕鬆的跟得上 說實在這種股票 也沒什麼要跟你收回 你只是告訴你說 我們的操作就是這樣子 讓你什麼 你看電視的股票說實在 照昨天來講 他收到最高點39.3 到現在來講 你看看這種股票跟你談什麼 法人到現在都沒未買 為什麼我敢在事前跟你講這兩個點 你是怎麼看的 所以如果看線型 那是破線 你一定要賣的 但是基本上誰對了 好你回過來 我要跟你講什麼 這張股票如果 你很喜歡操作的 你個性很急 我靠近你不好做 請教我靠近你不好做 因為基本上 他是要耐心等待 你才會賺大錢 而且你仔細看過來 法人都一直在賣 這種股票是培養你的耐性 你就是低檔做買進 這個地方來講 但是畢竟這種股票 法人都還沒有做買進 他都已經不小心站回去哪裡 這條線就是什麼 就是短均線的實均 實至均線了 都已經站回 他已經短線上的實均 都已經站上去 我跟你講實在這種股票 基本上 法人勢必回過來 因為他已經站什麼 已經轉牆了 就簡單就是要所謂 所以你們的信仰告訴轉牆點 我現在跟你談的東西 都是我在畢生 在電視上沒跟你談的東西 為什麼要這樣跟你做 實際上我就在跟你講說 有一天我沒有照顧你的時候 我希望你想到我何懷甄這個人 你還是很開心 就像江蕙講的 他要封麥 我在這邊節目也要封口了 我只是希望你要好好的賺錢 就這樣我就很開心了 我也把一些好的東西告訴你 像這種股票你看 實均站上去 我告訴你這種肯定回來 不小心 有在低點 你不要怕他 法人到現在都還沒買 所以我也希望 電視機看我們節目裡面 過程裡面 不是說一定要 拜託給你來參加會員 我會員說實在 支持我度是滿高的 如果你有需要 也不是叫你不能來 如果你覺得我這樣操作 未來你想這樣2015年 跟我們這樣做 也歡迎你把這個電話撥通 我操作就是這樣子 那電視這樣的過程裡面 跟你講說這個地方 跟你講的一些美感 你要好把寫筆記載寄下來 這個地方來講 到1月31號之前 我們就要不跟你談了 就不跟你談 不能再非凡跟你談了 大家就什麼 就要自求多福了 這邊來講 那今天早上還有什麼動作要做 因為大阪漲上來了 這行情勢必什麼 9593也要過了 我會帶你切入一些 什麼在低檔這要翻揚的股票 就這樣子 會補你連陽沒賺到的錢 這麼來講 包括 包括會什麼 會創造什麼 創造像有沒有 像那低檔去 有一檔在18塊的股票 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覺得這張股票未來 它的上漲幅度相當的大 當然這張股票 你要賺個賄費小四 和外甄挺你 也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以骨換骨的動作 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全家人的健康 全球銷售第一 安利紐催來 雲端生活全民共享 東元雲端智慧空調 超越大函 領先市場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盛軍亞洲投庫 擁有一流的分析師陣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投庫 帶您邁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生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庫 亞洲投庫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自己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不急 不解 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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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他們很急 捐助你手上 不急得發費 協助疾難家庭 解決他們的燃眉之急 刷牙流血代表出現問題 因為牙齦鞏固著你的牙齿 就像樹木在土壤中 牙齦如果不健康 就會流血 失去支撐力 就像松軟的土地 無法支撐樹木 你的牙齿可能會搖晃 甚至脫落 牙周式牙齦護理牙膏 和Macron配方 能幫助對抗牙齦流血問題 保持牙齦強健 鎖定飛航 掌握位 堅持尊嚴 成就飛航 對抗牙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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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我們訂了單元 那相對來講 我要跟大家再報告一樣東西 要仔細看一下 3285的一個尾端 它昨天是個呈現碟停板 你覺得這個東西意不意外 如果你看我的節目說 一點都不意外 而且包括你一定也可以事先的 把它落袋為安 我跟妳談的東西都是真功夫 所以會賺錢的東西 妳幹嘛一定要在那邊聽人家那邊胡說八道 我這樣跟妳講真的 一定很多人跟妳講 為了要賺多少錢 我從來不跟你談這些東西 賺多少錢是我會員的事 你沒有賺到跟你講這些幹嘛 所以人就是什麼 不要有心魔 不要有貪念 因為你看到別人賺很多錢 妳就有沒有心動 很想跟他這樣賺 等你進去的時候很失望 然後妳就說 還敢騙耶 我從來不騙人的 坦白講 我這個人基本上還滿誠信的 所以說常常就跟你講說 有的東西妳自己要看清楚 然後我也祝福大家 看我們所有的節目都能賺錢 妳就是不要追高殺低 他講他賺多少錢 妳幹嘛一定要跟他起舞 妳就低階就好了 而且我也跟你講 微單為什麼會跌停 現在答案很簡單 我都跟你講得很清楚 月線嘛 這再交妳一招 因為未來我要封口 也不會再跟你講了 好 交最後一招 月線八個月 從底部漲八個月 菲波蘭斯跟妳這樣 很簡單嘛 對不對 一三五八嘛 一檔股票可以漲八個月 那已經很厲害 而且它最後是用噴出的 上個月是用噴出了 這個月是第八個月 你看我跟妳講的時候 說到我一直提醒妳 不要再去買它 就這麼簡單 它要漲到十三個月 妳覺得它有沒有機會嘛 那妳何必去追高 所以它跌停板是應該的 是應該的 好 那跌停板又有什麼 又有檔股票倒楣什麼 叫三四三二的漲 好像也沒分 下跌嘛 又是端子 全部要跟著它們對號入桌 實在這個股票反而抬端 你不用擔心 它或許不見得會大漲多少 但是我相信 你這種股票低階 你不會吃虧的 它一定還在洗盤 好 這邊來講 為什麼 妳就自己看它月薪圖 妳就自己看 妳看不懂就打電話進來 不要叫我講那麼多 這樣對很多人不好意思 因為講太多 好像真的說實在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在看我們的節目 包括法人各方面 我也不想教人家很多 妳有覺得說妳看得起我 覺得這節目聽來可以 妳就把電話撥通 我會跟我說 我真的要封口了 這邊節目妳未來看不到我了 我不是真正的退休 是我要以操作為主 那現在什麼時候頻道會再出現 那當然有 等我再稍微忙 輕鬆一下 我這邊基本上 就是有些比較愛什麼 愛一些比較輕鬆的過日子 那我告訴妳 嚴選持股 妳可以做得很輕鬆 實際上我合環是最大的優點 不是在於我的技術性有多厲害 是我對一個股票的判斷力相當的強 包括它的一個 妳的國際觀一定要很強 包括我一定找出一個嚴選 公司的競爭面在哪裡 所以接著來講 包括洪捷科 就不一樣囉 洪捷科基本上 我還在提醒 也是一樣要續報 我已經跟妳講 這張股票基本上 近期我是沒有將妳追高 但是實際上42點就 我都不認為它是未來真正的高點 所以它三個月漲很多 漲85萬 都沒有結束 沒有正式的結束 我跟妳講真的 那什麼地方可以買 這地方 實際上這個流彈妳在 反正妳這個兩股票 我最近跟你講 40塊那個地方 我覺得都是OK的 都是OK的 這個地方 我已經跟妳報告過 現在那就是一個均線的關係 就一樣嘛 你要看到說 老師可是法人在賣 對不對 他賣會不會買 可是他每次賣完之後 買更多回來 妳不用擔心 把我法人成本去 我認為是在36塊附近 他不會為了這四五塊錢嗎 那邊自己在那邊 全部在那邊 全部賣掉的 這地方來 就是我個人的判斷力 跟你分享 那接著來 股票既然漲八個月 就妳都不要追高 就像宏達店 現在漲了13月 到1300塊 你才去追高 那就是妳不對了 對不對 那現在反而 宏達店現在漲了 謝謝吳醫生 但是這張股票說實在 就是一個 形態漲了八個月之後 它整理了這麼多個月 所以不小心 這張股票是在低檔區 我跟妳講 八個月的股票回來之後 那力道也是很強的 所以才告訴妳 微端不要追高 但是這張股票反而是 妳錯過微端在低檔的時候 這張股票妳可以好好做 佈局的動作 因為它是個 智慧城市的概念股 妳好好跟上這張股票 妳不會吃虧 祝大超市民見 本公司與所推介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謹慎評估並支付投資風險 來萃萃美高濃度魚油 來自深海魚 高品質精醇 美國藥師第一推薦 魚油就選來萃萃美 健康深海魚油新上市 魚油增量26% 特約藥局均咬售 健康深海魚油新上市 魚油增量26% 特約藥局均咬售 順鹿 你知道嗎 日本高人氣白髮染髮霜 簡單一按 不用攪拌 只要一按 染髮不費力 輕鬆上色好亮麗 特殊防氧化設計 可多次使用品質如一 超越大難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長盛軍亞洲投庫 擁有一流的分析師整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空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投庫 帶您邁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聲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庫 亞洲投庫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自己電話 零耳2578-3777 2578-3777